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台股一開盤 一如預期 它是平盤震盪整理 但是令人意外的 今天的成交量居然預估量 還有1000億上下 那麼以月均量的角度來看 整整二月 今天是摩台期的結算 那麼整個二月 不僅指數在漲 量能也是溫和的 在900億到1300億上下震盪 當然一個多頭的格局產生 一旦引擎發動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說每個人都在猜 尤其是最近這個報章媒體 很喜歡去猜說 接下來美股什麼時候會見高點 或者是去猜 台股會不會看到萬點 我覺得看到哪裡並不重要 重點是 它的結構如果是一個健康的 就好像一台車子 它的引擎如果是非常好的 即使它的外表醜醜的 你不喜歡 但是它跑起來 可能就會費一分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台股的結構到底健不健康 這是我一直每天在節目裡面告訴你 如果你要看 這是一個多頭 還是多頭結束 要反轉的 其實你都不用猜 你只要每天開盤去看一個族群 叫做高架股 那麼全支股另外算 對不對 這一陣子高檔的震盪整理 我們已經預告過了 台股創高 33天之後 震盪 5813 都很合理 因為連續漲了這麼多天嘛 對不對 那你看到高架股今天 創新高的創新高 跌升反彈的跌升反彈 就這個族群來看 你每天一開盤 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不是嗎 前一陣子 郁金光創新高之後 連續兩根跌停板 讓很多人很擔心 但是我當下我就立刻講 我說當你看到 郁金光跌停板 你就看到聯發科創波段新高 那麼就表示什麼 高架股並沒有熄火 它只是輪動輪漲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些高架股 創波段新高 同心電 你看 整理了這麼久 一根長紅出去帶缺口 亮燈漲停 3105的穩帽 你看 回測完時日線就立刻轉強 所以一個多頭的結構裡面 請你不要去猜高點 你永遠猜不到 包含我自己 我都沒有辦法去猜到高點 高點不是你決定的 但是只要結構是健康的 請你參與多頭的行情 去賺能夠創新高的股票 這樣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在2月18號 禮拜六的時候我講過 當量能已經突破了 不要去預設立場 但是高檔震盪整理是必然 不可能每天都滾量 1100億 1300億嘛 不需要也沒有必要 整個2月 從2月2號開始轉強之後 後面漲到第33天 即使它震盪整理 我也提醒過你 震盪整理是必然 但是中小型股會接棒 月線是觀察的重點 對不對 可是這一波的台股 最強的地方在哪裡 月線不僅沒有來 而且這邊十日線 它是強勢的震盪整理 所以我說 震盪整理的形態越強 後面噴出的力道越來越高 所以後面即使下來第5天 我也提醒過你 不要太擔心了 高價股在輪動輪漲 升級股在轉強 對不對 震盪是為了換主流 讓整個高價股走上來了 拉高台股的本益比 這一段才會衝得過去 所以回來第5天 昨天是第6天 今天是第7天 第7天台股一樣在強勢震盪整理 那就表示什麼 月均量的角度 這個月整個月的月均量 是954億 告訴你什麼意思 告訴你說 這個成交量是真突破 如果你用月線的角度來看 那就更清楚了 來 當你整理到這邊的時候 量能有出來 下降反壓量也過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 多頭一旦啟動 它就不會馬上熄火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 再看整個行情裡面 我們一直強調過 如果你先把行情給規劃好 當然現在很多人 尤其是最近來找我們的 或多或少啦 手上的空單比例 都一定會有 那我在2月2號翻多的時候 隔兩天我有說 我說當行情確認翻多 你要特別小心 3月中空單強迫回補 那當然今天主管機關做了一個 我覺得蠻surprise的動作 就是借券賣出的這個限制 由本來的20% 調高到30% 更方便外資 去借券放空 當然我們主管 講說 平常人也可以去借券放空 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 可是這樣子想一想 借券放空 跟一般我們的放空交易 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題外話 但是至少 至少 在借券這一方面 其實很多人把它想成財郎虎報 永遠都是外資賺 我說錯 不一定會是外資賺 我等一下舉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行情往上走的時候 借券的壓力 反而會更大 這等一下我告訴你 來 那麼高價俱樂部在輪動輪漲 對不對 我們從2月3號講到今天 已經2月底了 不斷的在輪動創新高 所以我一直講說 為什麼投資朋友在猜行情 猜了半天都沒有看到重點 我當時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當高價股 它在輪動創高的時候 第一個叫中時賀五 內資嘛 因為它又是中小型股 第二個大概是投信法人 第三個叫外資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三大力量 它如果讓一個族群 保持健康的輪動在創新高 那麼你認為 剛剛創新高的一個族群 它會現在就結束嗎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徐老師 從2月初 這個高價股已經確認轉強了 還會漲嗎 那我今天就來印證嘛 到底還會不會漲 我在2月8號的時候 我才月初而已對不對 我說Tesla概念股你要特別留意 2233的羽龍創波段新高 結果呢 後面漲到116塊半 昨天再創波段新高 119塊半 今天Tesla又傳力多了對不對 你看羽龍 又創波段新高 這是月線啦 太漂亮了 來 這是日K線 測完十日線 立刻轉強再創新高 這個叫標準多頭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2月初去做多高價股 現在會不會賺 當然會賺 而且才剛剛創新高 不是嗎 3665的茂連也是一樣啊 今天也是創波段新高 你看 轉強突破回測十日線 轉強突破回測十日線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那表示什麼 表示過去幾天 如果你休息的時候 他在休息你經常做切入 你今天股價轉強 就準備再賺錢了 不是嗎 所以 我再告訴大家的是 當一個多頭行情在啟動的時候 你隨時有機會去切入 量縮震盪拉回的第二轉強點 所以同樣的道理啊 我們在看核大也是一樣 整個Tesla概念股是多頭比價而上 不是嗎 135塊錢你沒有參與到 很多人覺得很可惜啊 哇 股票怎麼這麼強 往上再創波段新高 可是當它量縮拉回的時候 你敢不敢買 這就是重點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1536的核大 你看吧 又轉強了 隨時準備跟 茂蓮一樣 跟核大一樣 跟什麼 Tesla一樣 通通都是一樣啊 準備再創新高 所以 當羽龍再創新高的時候 其他的供應鏈就會跟上來 這是我們常常講的 我說 如果一個多頭它是保持健康的輪動 你可以在它量縮拉回的時候 去做佈局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新進的會員 不可能去買到這個點嘛 可是他可以去買到第二轉強點啊 不是嗎 今天你回過頭來看 當羽龍再創新高的時候 他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個族群 它是走多頭的輪動 所以我講穿了 今天如果你羽龍不敢去追 當你看到茂蓮剛剛創新高 你也可以緊接著去預期 1536的核大 會不會跟上行情 對不對 那麼一旦跟上行情 145塊錢 你去看這個底型 它就會越來越大 不是嗎 所以我說 整個輪動的架構裡面 尤其是今天 今天我看到其他的高價股 像我們在講生計 來另外算 生計裡面 跌升反彈了 你看達爾夫 連講三天 這一天轉強 昨天大漲過激線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那表示什麼 這就表示生計類股 也在健康的輪動啊 所以今天耗底 當然那天補缺口 很多人講說 徐老師補缺口你怎麼敢講 我說補缺口我才要講 補完缺口之後 立刻就轉強 那我請問你 這個型態怎麼看 當然是多方結構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各位投資朋友 你要在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去賺到大錢 請你集中火力 高價股在健康的輪動 生計類股也在健康的輪動 你只要鎖定這些族群 做波段的規劃 我相信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你不但不會覺得 沒有跟上行情 你反而可以在高檔震盪整理的時候 去享受股價創新高的樂趣 至於要佈局什麼樣的個股 休息一下之後 我馬上回來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一隻舊世界 千人EveryDay 來回到現場 重点还是那句话 股票不用多 锁定族群 波段操作 你把个股精挑戏选出来之后 方向定了 就是一档一档 好好的操作 二月初看到二月底 羽龙啊 他没有天天 涨停摆 但是他涨不停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角度变陡了 所以你永远可以跟上行情 只要你愿意出手 高价股健康轮动 我二月十八号 我讲说文创指数开始转强 一旦带量就确认了 所以你要在带量之前做布局啊 不是吗 你要在带量之前做好布局 你才可以享受喷出嘛 所以我说这一波的文创指标股 当然我看的是星象 之前我在说避险的时候 救了很多人 对不对 居然股价可以跌到146.5元 当然 翻多他就是翻多 我不会跟股票谈恋爱 这边该空你就空 这边该多你就多 一来一回 你就可以去享受 比别人更低成本的优势 所以我说 一让股票转强的时候 重点是量 不是价 量先出来再说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一旦星象转强越过景线 文创指数 当然很多都是中小型股 你要特别留意 你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 另外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啊 1589的永贯 247跌到111 我才跟你讲 正式确认转强 这边我叫你避险 不是吗 转强就是转强 无庸置疑 111块 来到130块 回撤十字线 右转强 你看 这波强势股都有个特色 几乎都是黏着十字线 再往上走 所以当它来到十字线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事情是 我有沒有办法切入第二转强点 所以我之前在讲第二转强点的时候 很多人现在都 全部印证了嘛 对不对 我在讲耗顶 其实我们之前怎么做耗顶呢 我相信很多人印象深刻 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到 至少这一波耗顶的行情 我又帮你抓到了 2月17号给一个大标题 生计由空翻多 把握起掌点 把握起掌点 结果你看到生计指数 周线的形态 修正完毕了嘛 这边每个人把他当过界老鼠在骂 骂完之后 每天都有成交量啊 有人卖就有人卖 重点是谁在买 看到这么多的利空 居然在买股票 2月17号做突破嘛 对不对 突破完毕之后 量缩拉回涨买点 好啦来印证 我们怎么操作 就像我一直告诉你 过去我在做耗顶 当然不是一天 就可以从261块 喷到718 我们又不是美股 对不对 我们涨跌幅有限制嘛 261 慢慢慢慢往上做 做他个五个波段 454块钱的价差 这需要时间的累积 那换过头来讲 如果有时间的累积 你没有办法买到第一个点 你可以买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啊 甚至是第五个点突破点 一步一步来嘛 所以耗顶这一波 293块钱转强 你现在看得到 三字头以下吗 很难了耶 对不对 这叫第一转强点 293块钱 302块 涨领板创波乱新高 OK 接下来呢 量缩拉回 做回撤 第二转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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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月21号 礼拜二 盘中 9点26分59秒 缺口玩风 329块钱 当天补缺口 我来上节目 那就告诉你了 想做波段的 请把握回撤的买点 来 耗顶 今天348了 有没有做动作 当然要做动作啊 回撤缺口 加五日线 耗顶 新会员在337块钱附近 市价买进一层资金 买完它还刷下来 差不多在这里啦 334左右 因为补缺口是329嘛 所以一定成交 一定成交 那我请问你 一个股票的转强 你是希望永远去追在这种点 还是拉回的时候去布局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在操作生计的过程里面 我强调了 轮动轮掌的过程里面 它只要是健康的 它只要是健康的 你都可以找到切入点去切入啊 不是吗 所以 一个转强的波段里面 投资朋友 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机会 你每天都有机会 只是你的机会不是着眼于说 哇 股价已经涨停板了 你去羡慕别人亮灯涨停板 我说穿了 今天高价股 你是希望买在今天的涨停板 还是买在没有涨停板之前 就好像我买浩顶嘛 293块钱 302块钱 没有涨停板之前 你布局 你今天需要担心 浩顶的震荡吗 如果你有用价差的方式去操作 那不是更轻松吗 今天浩顶 三字头以下的价格 这么远啊 你看这么远 那说不定 过一阵子之后 你要看到三字头就更难 这就是股票啊 不是吗 所以当一个族群确认转强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去揭入 轮动轮涨的过程里面 转强的股票 你不会没有机会 你永远有机会 对不对 重点是你要怎么出手 白岩呢 130块钱我在讲吗 我说外资已经卖掉了 卖光光 没股票啊 他怎么会打出一个底型 对不对 那天拉到140块 昨天创博端新高 你看 又是一个漂亮的底型 那你在底型确认之后 做切入 你没有办法买在第一转强点 你可以布局第二转强点啊 大棚展翅嘛 当一只大棚要飞起来之前 他在拍翅膀的时候 你就去找切入点 不要等他飞出去了 你再觉得说 哇 这股票怎么这么会飞 那都来不及了 那叫马后炮 所以当股价转强的时候 我们告诉过大家 如果 你在布局的过程里面 很难去找到 适合的切入点 那你想想 徐老师跟你讲的 我从新竹开博本来 都有讲到现在 先大后小嘛 指数先嘎上去 一定是大型股 现在才刚刚开始震荡整理 就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所以我请问你 当高价股在健康轮动的时候 很多都是中小型股 有量有价了 当他有量有价了 请你好好把握 一个族群在健康轮动 一定会有让你切入的点 你去想 之前号顶创破段新高的时候 我讲过 我说你不敢去买号顶了 已经涨停板跳功开高了 那么你要去买下一档号顶 对不对 这一档我在2月18号讲过 我说已经转强了 把握买点 把握买点 这一档股票 2月20号做回撤 来到160 你知道吗 昨天默默的创破段新高 有趣了 有趣了 所以 重点不是我布局什么股票 重点是这一波 你在布局的过程里面 换股的过程里面 甚至是我讲一句 我比较难过的 我就是很多人现在手上的空灯 被高压停上去了 那你该怎么转换持股 不要到时候被逼的 我讲过 我说3月中 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之前 你又不是外资 借券不用补 对不对 你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强迫回补的这个期限 你不要等到真的 被强迫回补了 才来想说 那又去啊 当你已经受伤了 你没有在2月2号 确认翻多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翻多 你手上有这些疑难杂症的 我希望你在月底这个时候 好好地整理一下 自己的持股 当然你持股不足五成的 这一波没有跟上行情的 我也欢迎你 一起跟着我们布局 这一波的行情震荡过后 欲小不易 量是重点 中小型股持续地喷出 好好地跟上这一波的行情 有需要符合的地方 请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记住 先大后小 你最喜欢的行情 已经来了 就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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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